最好賺也是最應該大賺的一季 股市權威特別為你推出 選前衝刺班 就是要讓你抱住 政策加持的他 還有第四季會狂飆的他 接下來還有 3號 4號 5號 更多更多的候選人 更多更多檔的飆股 讓我帶你卡位 一波又一波的飆股行程 搭配333和獲利翻倍策略 讓你起務賺到年底 操作不停點來 立即加入LINE官方帳號 at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8 或立即來電2581 9090 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股市權威 我是蔡佑達 台股今天很驚險 往下破底之後往上急拉 最後驚險守住了 16300點關卡 收在16309 收漲58點 成交量為2318億元 還是如何掌握呢 現場問你邀請到了兩位專家 首先是永成 國際投股陳偉良分析師 佑達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英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旁邊向的觀察 先來請教微良老師 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跟著股市權威 掌握台股操盤重點 今天圍影帶頭往前衝 廣達 技嘉 齊鴻 都有不錯的表現 這是否意味著呢 AI股打底完成 10月營收 有機會攪出亮眼的成績單呢 另外呢 最近因為盤勢 比較受限於上檔的壓力 成交量萎縮 所以資金轉往 低位階或低基期 還有低價的中小型個股 當然呢 也有一些所謂的轉機 做夢題材逐漸在發酵 其中市場呢 超級比一比大PK 這陣子呢 屬於所謂聯電集團的系統 還有聯發科集團的揚智 這兩檔個股 誰將來會更猛呢 那麼今天因為呢 都有受到公告財報的影響 股價有一些壓抑 能不能逢低成接呢 還有我們看到 中小型個股 真的是成為呢 目前台股的主戰場 這當中呢 像亞翔 這兩天都跟各位呢 領先分享過了 今天呢 早早呢 就往前攻 那另外呢 紅寶 那這個也是一檔呢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營收開始爆發 那麼呢 受惠於美國充電樁的業績股 今天呢 更是呢 早盤就亮燈漲停鎖住了 那這兩檔個股 究竟還有什麼樣 市場不知道的基本面利多 我們待會呢 進一步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講到盤式的部分 其實各位呢 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 最近大盤指數 如果呢 壓回到16300 甚至壓回到16200 那其實呢 都出現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呢 就叫做打地樁 好 各位看看 這邊呢 下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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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長紅 下影線 所以說 即便 今天呢 大盤指數 是壓迫了新低 但是呢 都是頻頻的 留下了下影線 這就暗示著 其實呢 在進入到 選舉前三個月內的 倒數的時候 很可能呢 政策 就所謂 國家對 互盤的想法 它的底線 大約就在呢 16200點附近 所以如果來到 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呢 被身邊 比較悲觀的朋友 影響到了 其實這裡呢 是要站在買方的 況且呢 從技術面指標來看 之前我教過大家 關於呢 所謂的 背離現象 那也就是說呢 指數如果破新低的時候 去看一下 KD指標有沒有破前低 那因為今天早盤 低點是16163 破 9月底的低點 那9月底的低點 又破8月中旬的低點 所以呢 就大盤的角度來講 破低 再破低 但是呢 你對照下方的KD指標 低點卻不斷地墊高 那麼兩次都沒有破前低 這個叫做二度背離 那二度背離 其實呢 比一般的背離 隱含著更為強烈明確的 轉折訊號 好 那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整個從9月份行情呢 似乎比較低迷以來 到現在接近10月尾聲了 薇洋老師 對於10月還有第四季的 行情想法都沒有改變過 你如果要問我 對大盤的看法 我認為呢 就是盤間往上 它不會大漲 那碰到壓力區又會折返 但是呢 會碎步地往前墊高 但是選股重於一切 大盤指數管的是方向 但是呢 選對個股以及呢 踩對節奏 才會影響到你口袋裡的財富 好 那如果你想要增加財富 跟上第四季的行情 並且呢 搭上選前行情的順風車 選前造勢的標股國家隊 已經開始出擊了 那你要如何掌握標股 趕緊呢 追蹤薇洋老師 趕緊呢追起來 小老鼠 STOCK88 AT STOCK88 趕緊加入唯一官方認證的 薇洋老師的粉絲原地 坊間有太多太多 假冒的詐騙集團 而且呢 薇洋老師的LINE 粉絲人數已經呢 比近六萬人 在國內呢 所有的財經平台 財經媒體 財經分析師當中呢 絕對是名業前茅 當將近有六萬人 每天都在密切關注 薇洋老師的一言一行 一舉一動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錯過 這麼樣精彩 重要實用的內容 所以一定要呢 趕緊追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昨天呢 美國公債殖利率又噴出 一度呢 又來到5% 這個非常重要的臨界點 那所謂的義和團 重現江湖 其實債券的義和團呢 這是在1983年 所提出來的 指的是呢 債券的投資人呢 他對於現在當局政府的 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不滿意 所以呢 透過賣出債券 去打壓債券的價格 那作為一種呢 算是消極的抗議手段 那當然呢 因為呢 債券價格跟殖利率呈現反向 因此呢 就會讓殖利率往上串高 那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手段呢 來向政府表達他們 對於控制通膨的不滿意 那當然呢 值利率到底會飆到哪裡去 這攸關於呢 一來債券何時會落底 二來呢 股市的本益比評價 什麼時候能夠呢 鬆口氣 那根據呢 外資券商 國外研究機構的一些看法 我們簡單分享呢 那巴克萊認為呢 目前十年期美債殖利率 能低於呢 聯準匯的利率 那我們知道 聯準匯下利率多少 5.25到5.5 所以呢 對於美債十年期來看 5%的殖利率 它或許 或許還有往上來到 5.25到5.5%的潛在空間 那另外呢 MRB也認為呢 在2024年 有可能上探5.5%高點 那另外一家呢 大數據的研究公司則認為呢 從歷史經驗來看 殖利率應該是通膨預期的 1.9到2.1倍 那折算起來也就是說呢 美債殖利率應該是在 4.7到5.1% 那綜合以上數據 不論是5.1% 或者是5.25到5.5% 我們必須客觀的講 其實美債殖利率 雖然來到5% 這個心裡面的壓力關卡 可是你要讓它 再大幅度的往上 不能說完全沒機會 但是機率真的很低 更重要的是很明確的是 空間真的很小了 當美債殖利率 已經來到5%以後 往上也不過就是看5.1 了不起5.5 空間真的極為有限 所以我認為呢 你做債市做股市的投資 千萬不要因為眼前一時的波動 亂了自己的計畫跟步調 其實我們在稍早節目裡面 就跟各位提醒強調過 升息不會扭轉趨勢 也就是說呢 當美債殖利率往上的時候 縱然它會導致短線上面股市 有一些壓抑跟波動 可是呢你從歷史上的走勢來看 藍色就是美國十年級公債殖利率 那這一個臨界點就是5% 即便超過5% 你看看股價指數仍然是上漲的 那你從現在的角度去看過去歷史 其實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在當年 你是在當下 你是在當天 你把那個波動 就會呢 不小心無止境的放大了 放大的時候呢 就好像你看到台股 如果一天跌180點的時候 你那個恐懼的感覺 猶然而生會蒙蔽掉你的視野 跟你的理性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事後回頭看 其實殖利率往上股價還是繼續漲大 但是呢當時的股價的上漲 其實你仔仔細細放大放大看 它是不是也是會有一些波動 所以不要只看眼前 如果你找不到你的望遠鏡 來威廊老師的借給你 然後就站在我的肩膀上 那麼站在制高點去放大你的格局 拉長你的視野 好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今天圍影帶頭往前衝 不過我們之前有講到 這邊呢 AI相關的股票 有一些呢 你可能要 你定一個比較適合的操作計畫 比方說像創意 創意呢 因為已經呢 按照計畫 回補了左邊這兩個空方缺口之後 那麼順勢去做壓回 好 那反倒是回測它的景線跟多方缺口 好 所以呢對於創意來講 我們認為 因為它的業績要往上 不在2023而在2024 好 所以呢配合技術面走勢 高出然後再低階會比較好 也就是說呢 這兩天壓回到這個景線附近的位置 建議呢站在買方 做思考 那為2024年來做佈局 好 那至於呢 其他相關的AI個股 當然呢 最近看起來 有越來越多的一軍都在做打底 這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之前呢 最大的問題是來自於 國外國內高股息ETF的 籌碼面的調整因素 雖然呢 這樣子的利空 還沒有完完全全的結束 因為還有00878 0056 不過 這也不表示 他們都不會漲 因為畢竟來看 會不會被剔除 這是一個變數 另外呢 還有很多其他的ETF 還有主動式基金 其實也在加碼當中 好 那我們呢 今天不談那麼複雜的東西 我一樣 化繁為簡 教各位呢 怎麼去看 現在這一波AI的股票 來 請把你的眼光借給我 我們再來看一次大盤指數 這五天以來的K線 也就是從上週三開始 那這五根K線 來 各位看到了什麼 好 這週三的一根長黑打下去之後 啟動了這一輪的下跌 到今天是破新低 好對不對 到今天是破新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帶頭衝的圍影 它的K線的長相有沒有不一樣 一樣喔 上個禮拜三到今天 這五根K線 圍影呢 是不是幾乎啦 幾乎每一天 高點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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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天呢 創新高 上個禮拜三它的K線 高點在哪裡 大概在一千五這個位置耶 在這裡這一根一千五的位置 現在都已經跑到哪裡了 一千六百五了 那你去對照一下 有沒有比大盤強很多 當然是強很多 所以這就告訴你 不要呢 只是因為看到今天 圍影的大漲 其實呢 這個大漲的劇本 早從三四天前 五天前 就寫好了 明白嗎 事實上呢 一個強勢骨的萌芽 會在前面先種一下種子 然後呢 就在醞釀灌溉當中 那麼我們循著這樣的一個邏輯 很簡單 技術分析不用太複雜 你們一看就懂 那我們再來看看 之前威雅老師跟各位講過 AI如果有行情 你要一定鎖定在正規均 那這裡面我們看散熱股的齊鴻 最近這五天的K線 有沒有也比大盤強 它今天的高點也已經越過上週三的高點了 所以呢 還有很多很多的AI股票 我們節目時間關係 沒辦法呢 舉十個二十個例子給各位看 但是呢 我就告訴各位 如果有越來越多AI的一軍 都出現這樣子的K線排列的型態 第一這隱含著 AI的底部已近 不要隨便殺低 第二呢 走勢K線型態越強的AI股 極可能就是告訴你 十月份他們會繳出漂亮的營收成績單 因為呢 即將要來的就是十一月初嘛 十一月初下個月初 就要回頭來看十月份的營收成績單 所以這裡呢 業績的好壞 絕對是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必須說 比較呢 屬於高人氣的重量級的AI 像廣達 技嘉 偽創 最近呢 其實也都有打底的現象 但是呢 相對來講 他們比較溫和一點點 比方說啦 好多投資朋友都在問我 偽創套牢怎麼辦 我就帶各位看一下 那看完這五根K線 你應該會感覺稍微舒服一點了 比較安心一點點了 這五根K線 它是不是也過了上週三的高點 比大盤強 但是呢 你要說它有沒有立刻大漲的條件 恐怕沒有 所以呢 如果你是套牢偽創 最好還是呢 密切留意 然後呢 採取呢 來到壓力區減碼 那壓回測支撐的時候 再接回 來回做價差的方式 那至於說呢 這裡 技嘉 因為也是屬於呢 大型股之一 那同樣也會有 這個背後 這個ETF 是不是調整的隱憂存在 這個警報呢 還沒有完全的解除 但是至少它是在打底的 而且我要告訴各位喔 你看最近的投信 是不是一直站在賣方 可是呢 股價呢 也有一點跌不下去了 那籌碼不滅定理啊 投信如果賣這麼多 股價跌不下去了 那就勢必有另外一隻手伸出來 接走了籌碼 那這個至少 是有利於股價在這裡落底的 好 那AI的部分呢 我們就先談到這裡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追蹤一下 昨天跟各位提到的 6139亞翔 好 那投信呢 連買三天了 算是呢 投信新布局的新歡 好 那亞翔呢 因為它最主要呢 就是做 包括政府的一些公共建設的工程 像捷運機場 以及呢 各大產業的新廠擴廠的工程 那其中呢 以半導體的新廠擴廠的工程 佔它營收比重高達5成 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那它旗下的子公司呢 接獲聯電新加坡200億的擴廠案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從今年9月到明年第二季 是進入到工程師做期的高峰 所以呢 會顯著的易住營收 再加上呢 這個新廠的毛利率也比較高 那如果以這個近期的焦點來看 可以先放在第三季的財報 因為呢 亞翔呢不只是9月營收創下單月新高 事實上第三季的營收 也創下了單季歷史新高 所以呢 這代表著第三季的獲利水準 也值得來做期待 那今天呢 亮燈漲停板 那我們其實呢 這一次的操作就非常靈活了 我們先短打了6187萬論 那再把萬論獲利了結資金 再轉往亞翔 昨天第一次買進 今天第二次加碼買進 那其實呢 很快的今天呢 就得到很不錯回報 賺完萬論再賺亞翔 那其實魏翔老師就是要告訴各位 最近的盤 你要掌握住這種節奏 才能夠呢 在目前呈現呢 類股快速在輪轉的過程當中呢 把你的小錢 資金有效的放大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檔個股則是呢 5258 紅寶 那紅寶呢 其實我們之前就跟各位呢 分析過蠻多次 只不過呢 因為紅寶呢 在上個星期 他進行儲權加儲席 所以呢我們在儲權席之前呢 先走了一趟 因為呢 主要不想參加他的儲權 儲權會有呢 藍三的零股啦 比較麻煩 那除此之外還有更主要考量 是因為呢 我發現他明顯的在儲權席之前 有大戶的氣息賣壓 那你看在這段時間 在高檔震盪整理的時候 黑K多於紅K啊 這個就告訴你 通常有些大戶喔 他會在儲權席之前先賣一趟 儲權席之後再接回來 那果不其然 如我們所預料 那今天股價呢 快速的拉上了漲停板 從9月營收來看呢 已經開始出現明顯的跳針 所以呢 代表呢 這個來自於北美的充電樁的訂單 已經開始呢 加快的出貨 那未來業績當然呢 進一步的有成長的空間 尤其因為現在呢 電動車喔 價格都是越來越低 對於消費者來講 這個叫做甜蜜點 但是對於我們投資人來說 你要關注的是 電動車越來越便宜 越賣越多的時候 就越急迫的需要什麼 充電樁 所以呢這邊 我們看好 紅寶的未來充電樁的實力 那進入到選舉行情前 三個月內的倒數 一定要呢 加緊腳步 跟上呢 我們衝刺的速度 選前衝刺班 特別幫各位加碼 服務到農曆年底 那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 活動的詳情內容的話 您可以直接來電詢問 或者在廣告時間呢 私訊詢問也可以 我們的帳號是 atstock888 小老鼠 s-t-o-c-k-8-8-8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來自己請 威良老師幫大家分析 歡迎您回到股市權威 代表時間就給威良老師 系統呢 公告第三季 虧了0.12元 揚制公告第三季 虧了1.39元 那兩家公司呢 分別呢 被市場歸類為 系統屬於聯電集團 揚制屬於聯發科集團 都是近期呢 很嗆辣的小標股 那當然呢 其實前幾天呢 當揚制在飆漲停板的時候 我就有碰到 我的清代的家族朋友呢 問我說 老師 我們賺了系統 那我們要不要呢 也來賺揚制 那我大致上呢 把我跟家族朋友 分享的一些想法 今天在節目當中 也分享給廣大的投資朋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揚制公告呢 這個第三季 財報虧損之後 今天股價大跌8% 好 那當然呢 這個從過去的一個 財報的表現來說 它是已經連續四季虧損 那其中九月的虧損呢 又比去年同期還擴大 好 那事實上呢 當然我也給各位 講過很多次 轉機股的重點當然呢 你可以不用把最重要的焦點 放在它的過去 因為人們期待的 看的是它的未來 那未來呢 財報的數字要量變 必須一定是在呢 營運的體質上要先轉股 要先有質變 好 那我想喔 我們簡單做個比較 系統我講過它的重點是什麼 絕對不是過去 而是呢 聯電董事長洪嘉聰 接任董事長之後 希望呢 複製資源的模式 推動系統從IC設計 轉型為IP 並且朝向呢 聯電集團要發展的AI 或電動車來做布局 那至於說 那至於說楊智喔 其實真的很常聽到大家說 那他是聯發科集團啊 其實我必須講喔 大家要查一查喔 說到楊智喔 當初原本他第一個爸爸 是洪基 不過呢 洪基呢 在2004年的時候 就決定喔 把這個不爭氣的兒子 賣給聯發科 那聯發科呢 原本有雄心壯志 也希望呢 能夠扶植他 扶植楊智去轉型 2004年呢 聯發科扶植之後 一直到2019年 聯發科其實已經 初清持股了 是的你沒聽錯 聯發科對於楊智 已經沒有持股了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說現在楊智 還是不是屬於聯發科集團 老實說這個答案是No 而且聯發科也沒有任何的人員 是在呢 楊智的董事會裡面 好那我們來看喔 其實呢 從楊智的 月K線的角度 長期的走勢來看 這邊是2004年 那一開始呢 享有聯發科的光環 股價呢 狂飆到149.5 但是呢 聯發科早在呢 2019年就出場了 那對於聯發科來說 其實是認賠這一筆投資的 那其實這也表示 換了兩個爸爸的陽智 先後是宏基跟聯發科 看起來呢 真的要出現比較大突破的改造 沒有那麼簡單 那當然回到短線上面來說 一檔強勢股 不是不能投機 但呢 你要避免過度去做追高 因為畢竟呢 它只要震盪下來 是沒有基本面來做支撐的 所以呢 你要小心的就是在於 當市場上如果 籌碼面顯示 太多的散戶追進去的時候 那就會讓大戶呢 有機可乘 能夠乘機出貨 所以呢 我不建議大家呢 過度去做追高 但是呢 你拿一點 你承受得了風險的資金 移情養性 那因為最近呢 其實市場呢 就是比較喜歡的低價轉機股 峰迴的時候 你可以呢 自行斟酌考慮 但是呢 畢竟我要說 真正呢 能夠呢 開大門走大路 而且呢 走中藏多格局的 我還是認為 系統才是真正有看頭的 因為我們跟各位強調的是 洪家松 它要如何去改造 當初你看 智源 ROE呢 在它入主之後 從4%跳到29% 那現在的系統 或許呢 財務數據上還沒那麼突出 但是呢 也許過個幾季 也許過個一年兩年回頭看 會不會呢 又是一個資本市場的驚奇呢 好 所以投資啊 真的 不要買落後股 不要買平庸股 要鎖定呢 領導股 選錢衝刺 就從現在開始 加倍加快趕速度 歡迎大家直接來電 或來訊下巡 小老鼠ST OCK 888 我們明天見 好 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各表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顯示評估 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最好賺也是最應該大賺的一季 股市權威特別為你推出 選錢衝刺班 就是要讓你抱住 勝策加持的他 還有第四季會狂飆的他 接下來還有 3號 4號 5號 更多更多的候選人 更多更多檔的飆股 讓我帶你卡位 一波又一波的飆股行情 搭配333獲利翻倍策略 讓你移物賺到年底 操作不明點來 立即加入LINE官方帳號 at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8 或立即來電25819090